哈喽大家好我是塞吉特上期视频呢我讲了一个scale套玩安装pve的 然后当时我说我套这个玩的原因主要是因为pve可以比较快的创建linux虚拟机 所以呢这一期我来讲一下怎么来创建这个虚拟机 我们需要用到的呢是cloud镜像这个cloud镜像就是提供给那些主机厂商 他们可以很快的自动化安装的这样的一个镜像 另外呢他是不需要有那些安装步骤 也就是说你弄好了就可以立刻使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来安装 然后这里呢我也提供了一些cloud镜像的链接 我们这里呢就以deband为例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deband 然后他这里我们找到最新的就是这个这个是11 然后选择最新 然后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镜像 这个pve都是可以用的 他只能用这种nocloud或者是 什么配置磁盘的这种 我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这个deband11它就会有这样的镜像 所以呢我们就下载这个 其实下载这个呢有两种方式 一个呢就是我们直接用pve 这是我的pve 然后来到他的这个shear 然后我们使用wget来下载 要么你就直接这样下载到本地 然后通过一些工具上传到我们的pve 那我这里为了省事我就直接用命令下载了 我们直接这样复制一下他的链接 回车 然后就等待他下载 然后呢我们这里就已经下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这个镜像 然后呢我们来创建一个虚拟机 直接创建虚拟机 我这里就100吧 正好这里没有100 这个是101 名字大家随意 这里呢我们不使用任何戒指 这里你可以默认 但是这个控制器一定是VOTOIO 但是这个控制器一定是VOTOIO 但我们也可以用UJFA启动 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的选一选 然后我们这里不添加磁盘 啊我们不要磁盘 继续 这里核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内存我可以少一点吧 网络我这里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完成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虚拟机就创建好了 然后呢我们给他添加一个CloudInit设备 这个主人自己选一下 这个设备呢是用来我们可以等会直接在这里设置它的用户和密码 还有什么DNS之类的IP什么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磁盘 然后我们继续来到 这个SEER 我们看一下我的博客 然后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虚拟机 就我们刚刚那个磁盘 然后导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里面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是命令 然后呢这个100是你的虚拟机的ID 就比如说我这个是100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镜像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那个储存 但是我这里已经用这个NFS来代替我们原先的那个储存了 如果 你是原先那个储存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local LVM 但是我这个其实是NFS 所以呢就根据自己的名字 我这里就是scale 然后回车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就导入成功了 他导入完之后的格式是一个raw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100看看 他这边就会有一个未使用的磁盘 我们给他 我们双击 给他添加 可以看到虽然就这个 但是呢 但是呢 他的大小只有2G 我们给他扩展一下 这个resize 这个是增加多少 不是 增加后 所以呢这2G 我们再增加2G 那就他是4G 可以看他就变成4G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设置他的用户 root 然后密码 他这个DS运呢 如果我们不设置的话 他这就用主机的 也就是这个PVE的设置 这里也可以管理我们的IP 我们给他设置成DHCP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设置他的启动向 那默认我们新加的硬盘 他是不会在其同项里边的 我们选项 找到这个云导顺序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磁盘勾上 把它排到第一位 OK 让我们开机 这里呢 他已经开机完成了 在我们这个终端上面 也就是我们这个VNC上面呢 他是 不需要密码的 可以看到我们退出 然后我们login 我们直接root 它就可以进来 它就可以进来 然后呢 刚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里 crollinit设备 我们要这样选 我先把它给删掉 我先把它关机吧 我们那个crollinit设备已经删掉了 我们添加的时候 然后 我们这里选储存 我们需要把这个原始镜像 格式选成raw 然后添加 然后这个磁盘导入之后呢 我们设置好这个密码 然后重新生成影像 然后这样再开机 如果你不这样的话 它会卡到一个 unit panic 它就一直会卡在那里 这样设置就不会卡了 我们再来开机一次 可以看到它就很快的就能开机了 然后我们登录 登录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sh服务 一般呢 它会出现这样的报错 这个报错呢 是我们这个ssh的密钥 没有生成 它没有猝死法 我们只需要输入这个 这个命令 sh-keygn-a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重启一下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这个sh 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然后我们使用我们的密码 就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的这个 服务器上面了 同样如果这个 我们用这个clawini的设备 设置密码没有生效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终端 在我们这个里面改 因为我们这里不需要密码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键三连 这对我很重要 非常感谢